好 那我们看到因为你知道 真的是最后最后最紧张的 这个关键时刻 那尤其这两天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她光是桃园就去了两次 可是通常要去肇事晚会 就是晚上嘛 总统晚上才要来 可是怎么会 白天就进行交管就要封入 而且还是上班尖峰时间 那个民怨沸腾 网友说塞车 塞峰了 因为碰到下雨 上班快迟到 好歹放过早上上班时间吧 拜托蔡总统来看一下 据说机车都动弹不得 机车动不了那很严重了吧 因为机车通常都可以钻的啦 如果动弹不得 那真的是塞到一个爆炸 好不好 所以民怨沸腾了 怎么说 大家说火气绝对会比晚会来的热情 好那刚刚其实凯霞已经提到这一位 小英好拼啊 用尽全力啊 她甚至这几天在脸书上不断的喊话了 直接喊出来了 她把自己堵下去了 投给民进党县市首长 就是投给蔡英文 让我在剩下的任期可以更有力量 完成我对你的承诺 好在这边我还是要请教 就是凯霞刚刚特别提到说 除了拜相遗漏 这是你的观察之外 另外我要讲的是 你最近会发现小英 她活在过去 她是不是一直活在817那一夜啊 她一直想要复制或者是移植 817的选票 在这一次其实才在几个礼拜前期就看得出来 光是台北市她就在帮城中算票 每一区每一区 我上次得票多少 城中可以拿多少 到底有没有办法复制 有没有办法复制 我不觉得她想要复制817万票 总统大选的状况 她想要复制的是 2021年年底的四大公投 所以她同时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去压低投票率 像是制造什么 就是两岸之间因为疫情 然后所以呢减少了航点 迟迟不恢复 小山通不恢复 让台商台干台人要反台投票 这件事情变得困难 然后呢因为这几年疫情 很多很多这个台湾民众 其实是因为被疫情被阻隔的嘛 那回来台湾要要要投票 好像至少要连续住四个月是不是 要恢复户籍四个月以上 才能投票 但是因为疫情 我不可能就这样直接回来四个月 然后加上隔离时间 然后我要再回去 然后再回来 然后这样子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又减少了一些投票的人口 然后再加上说像是军警啊 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学生 也不鼓励你返乡啦 就是这个投票专车也不开啦 最遏止的就是让确诊者不能投票 然后连五加二加二 就比如说如果你在本周一确诊 那理论上来说到了明天投票日的时候 其实是加二的那个时间点 但是你还是不能投票 稍早之前王毕胜不是说了 六万五千人左右 可能会因此不能投票 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要去 要去提出国陪 或是要去打这个宪法的这个官司啊 今天好像有两个律师去告耶 去提这个行政诉讼 确实应该说危险 对但是这种种的加起来 都是指向一个手段 就是要降低投票率 要压低投票率 然后同时间还包括很多奥宝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百货公司 我们现在去哪里吃饭 都不用量体温 结果好像投票还有要量体温 真的喔投票要量体温 因为他还有特殊的通道 对对发烧的人要在另外一边投 基本上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 这其实他就是在制造一些 一些技术上面的门槛 让你觉得麻烦 然后有可能是麻烦 你就想说你不要去投了 或者是说你排队排得久一点 因为现在 就走了 对就走了 然后不投了 我走了 就这样 他想尽办法的要压低那个投票率 然后同时间就是压低投 应该说是提高投票的门槛 投票的难度 不管是实际上技术性的干扰 又或者是让你心理上面造成你厌烦 同时间呢 他在打一场非常肮脏的选战 那种选战就是那种颇奋战 然后呢一直在讲言不及意的话 然后在讲那些五四三的 然后希望你心中去形塑那种都是烂货 然后一个篮子里面都是烂离子 所以呢今天我看到民进党好讨厌 回头一看发现高安也是个烂货 然后说或是怎么样 国民党的谁谁都是烂货 所以你提高投票的门槛 降低你投票的动机 然后他就有可能靠着像当时公投一样 就不断的反复的去吹死忠载 有没有还记得吗 四大公投就是这样子啊 他让大家觉得投票没有什么用啦 哎呀核四已经没有救了 你去投赞成也不会启用啊 要十年八年的再说吧 然后呢讲说什么 莱猪这个已经成定局了啦 没有用没有用 地方自治条例也没用 让你觉得你投下这一票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你即便不支持他 但是你投票也没有用 不好意思我就是要这样干 让你降低你去投张票的效能感 或是说你没有 没有很强烈的动机 觉得大家都差不多烂 这样子他就有可能在 一直反复的翻角 817现在剩下多少不知道 反复的翻角这些人 然后呢去吹这些 还真的相信说那个 18岁公民权年轻人要挺我 然后呢817要挺我 国际上面还相信国际 国际要支持台湾社会 这些死忠载反复的翻角他们 当你被这些高门槛 高投票门槛 高心理或是技术上的门槛 给烦到了 然后被这个肮脏的选战 泥巴战会觉得说 哎呀我失去那种投票的意愿了 这时候他就有可能靠着 好不好死忠载 来赢得这场选举 整个整盘棋就是这样子下的 他不是真的相信自己 还是2020年那个 如果他是2020年那个蔡英文 他今天干嘛 他干嘛 他干嘛连影片都不用拍了 最后随便找几个妹出来 拍这个什么返乡投票影片 就撵爆你们了 他干嘛老娘还站在第一线 他不相信那个 他相信的是2021的那个手法 他想要复制这个手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吹投票 千万不要在那边掉以轻心 就是最后关头就去投票就对了 人家已经这样玩了 玩得这么明显了 你还看不透 你还懒惰 那就真的不要叫了 蔡英文喊话 投给民进党县市首长 就是投给蔡英文 那凯翔的分析说说 除了这是他的一个战略运用之外 我要请教兵哥是说 那是不是也表现 表示小英自己还有一些底气的 怎么讲 因为在过去的几份民调 或是声望来讲 包括有老师所做的 这个台湾民进党会的 其实你说其他的乱七八糟 怎样 蔡英文的声望支持度 其实是还OK的 有些时候甚至 你不要说居高不下 就是他下滑真的有限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他还是维持到很多事情 他不沾锅 坏事他都不晋升 那是因为他躲媒体躲了七百多天 他不用直接跟媒体面对面 这些种种 所以他还是认为说 我自己是有底气的 那当然呼应凯翔刚刚讲的 也就说那好啊 那明天来看啊 明天的投票结果 明天的民意就来看看说 小英是否该清醒了 还是说他要继续沉醉 沉醉八一期 沉醉四大公投 你们看蔡英文 看了这么久 有看过他跑选举这么勤吗 没有 我从来没看过 我从来没看过 他自己选举的时候 好像都不见得跑这么近 好好勤 然后脸书发文好密集 非常密集 他 这表示什么你知道 他非常的急 因为他很害怕 因为他 他知道桃园如果一旦掉了的话 他会面临到什么样一个后果 所以他才会不断这样弄 但是我觉得他下面人在帮他扯后腿 你知道桃园巴德三元公 那个多扯你知道吗 他明明是昨天傍晚的一个活动 他路权是从前天的中午就借了 他到底在干嘛 我不懂 借了路权之后就要即刻封路吗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封路 他从早上一大早 人家上下班就开始封路 对我不懂为什么会 会不会是其实要班级二三十 因为总统要来 那我这样地方会很小心谨慎 可能相对 那对地方的人来讲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先封路 我先开始管制进出 这样我就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嘛 那可是问题是 山元公那个地方你去就知道 那旁边路都很狭窄 对啊 所以你去那边就 吊在那边啊 那昨天他要选在六点半 然后又下雨 太棒了 完美了 你知道吗 我看光是那边 他至少要吊个几百票 我真的不骗你 如果如果我这样坐在那边的话 我本来可能想投你 因为这样子 我就算不去投你的对手 我至少不会出门投票 因为踢赌篮嘛 就是这么简单嘛 那蔡英文老实讲 他这个说词 我觉得也已经技巧 蔡英文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 对 他从来没有说什么投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 他连自2020年大选都没这样说 没有耶 他自己的都没这么投入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已经没 你看今年民进党所有的动作就是 没招了 所以你看他抗中保抬拿出来 无效 打黑金 你看最近这两个礼拜 才打黑金无效 因为打出来让人家想笑 不是无效 因为你自己旁边站了一堆黑金 你告诉我要打黑金 你有病啊 然后现在连这个最低的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可是问题是今年是谁 先发你这个号号 是coco姐 投给蔡英文 投一扣就是投给陈时中 对对对对 那你想想看 投给周一扣就是投给陈时中 投给陈时中就投给民进党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所以表示投给蔡英文 就是投给周一扣 不就这么简单啊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原来如此 有学过很等事的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所以蔡英文已经把自己跟coco姐 绑在一起了 你知道 太棒了 完美了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为我们立下一个 如何把选举搞垮的一个 完美的范例 我想这也会写进选举的教科书一盒 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